Hello,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也是拉铃小课堂的时间了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关于耸肩的话题 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发现经常有的小伙伴为了做身体哦 忽略了我们的肩膀 比如说一个后退,and chew 我们的肩膀按理说应该是这个状态的 但是我们小伙伴为了加这个身体,反而做成了and chew 会有一个耸肩在下压的过程 当然,有则改之,无则加连 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你 好,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情况下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一定要控制住我们的肩膀 不要做一些表面化的一些行为 我们这个肩膀的起伏实际上是源于我们的身体做了一个 看,身体推 做一个交换 身体有一个 Zoom Zoom 它有一个身体的交换 带动肩膀有一个看似起伏的过程 然而这里 小伙伴们经常忽略掉肩膀 而只关注于身体 好,我的身体幅度很大 一旦你忘记了肩膀 就会跳成 有一个 雇佣的感觉 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因为我们后背身体的挤压 在正常状态下 我们人的身体它是一个连结的 对吗 你后背去做一个向前的这么一个律动 你的肩膀自然而然的会跟随一个起伏 这个是在自然状态下 然而我们的拉丁舞 是反人类的舞蹈 这个话说的 对,我们讲究的是对抗 所以呢 当我们的身体的幅度越大的时候 反而我们的肩膀要去 向外和向旁去挤压 而不是向前和向上去挤压 这个非常的重要 每次我们交换身体的时候 它是一个向旁 然后再向后 也就是向外 再向后的这么一个过程 向外 向后 向外 向后 向外 向后 它不是向上 向前 这里呢 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 还有第二点 就是我们人体 左右两侧的力量 是不平衡的 有的小伙伴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会问 老师为什么我的这个跨位 左侧挤压起来 幅度又大 又好看 重心还能推上来 然后呢 我做的 力量感觉还是顺的 而右侧 幅度又小 身体又木 挤压 怎么就感觉我没有知觉 感觉不到的样子呢 好的 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 几乎所有的人 左右两侧的力量 都是不一样的 然而更多的都是 左边的力量 强于右边的力量 那在这里怎么解决呢 没有一个方法 就是多加强 你另外一侧 感觉感知比较弱的 这侧身体的力量 比如说我们去做 可可拉切 这边挤压得很好 那右边 我可能只 我可能用同样的力量 左边可以挤压到这里 那右边只能挤压到这里 每次去做右侧的时候 大家都要习惯性的 百分之百的力量 百分之一百二的力量 所以每一侧 我们要把薄弱的那侧的力量 用得更大一些 让它更加的习惯性的发力 习惯性的到达 我们一个正确的位置 这样在以后的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发力 大家左右两侧 才可以平衡和平均下来 接下来剩下的工作呢 就是小伙伴们 刻后自己要努力啦 请不吝点赞 这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